哇 大家看一下 非常多的膠質 那個香氣直接在裡面爆發出來 巴塞隆納水族館是全歐洲最大的水族館 高地曾經說過 直線屬於人類 曲線屬於上帝 威尼斯雙塔 還有加泰隆尼亞美術館 哈囉 大家早安 現在呢 我在巴塞隆納裡面的一個社區小鎮吃早餐 我們吃的是這間 Canvillaro 它是加泰隆尼亞料理 這邊是社區裡面的一個小餐廳 所以其實他們的店員完全不會講英文 只能用Google翻譯去翻譯它的菜單 那手機畫它的菜單上面我們要哪一個 然後就點給它 然後它就上菜 上了這幾套菜 這是Capipota 然後這個是馬鈴薯 安道爾的馬鈴薯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高麗菜 好 那我現在來吃一下這個豬肉 它應該是有加一些辣椒 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們平常吃的控肉啊什麼那些都不辣 然後這個有一點微微辣 然後它配上旁邊的鷹嘴豆 這鷹嘴豆吸了很多醬汁 不會很乾 拿麵包沾這個醬汁 然後下一個來吃這個Trenet 它是安道爾的馬鈴薯跟高麗菜做成的一道料理 其實它高麗菜味蠻明顯的 還不錯 第一次從來沒想過馬鈴薯跟高麗菜可以 這樣攪在一起變成一道料理 馬鈴薯偏清淡 烤豬肉偏鹹 所以兩個配在一起吃可以剛剛好 這個是加泰隆尼亞的燉豬腳 那我現在先來幫大家試一下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鮮嫩多汁 它這個很好吃 它的肉量是蠻多的 兩隻腳只要8塊歐元而已 哇 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膠質 我覺得這個是從剛剛到現在目前最好吃的 如果喜歡吃豬腳的朋友 一定要來嘗試一下這個加泰隆尼亞的豬腳 這一餐30.5歐元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吃完早餐 我們準備前往CASAMILA 那CASAMILA也是高地設計的建築物 那CASAMILA也是高地設計的建築物 那我們現在前面 就已經來到了我們的米拉之家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棟很漂亮的建築物 就是米拉之家 那進去的話是需要門票的 那現場買是28歐元 如果你在網路上是先買的話 就只要25歐元就好 米拉之家的陽台呢 就跟旁邊的建築物非常不一樣 它很喜歡這種波浪的造型 我們現在就進去 進來就可以看到很特殊的這個建築物 然後這邊有一條樓梯 貫穿整個中庭 那其實從剛剛的外觀就可以看到 整個建築物外面是很多波浪型的 然後到了室內這裡面也是 你可以看到它顏色 另外它牆壁的顏色也是五顏六色 它這個starting point這邊 還有這個免費的耳機還有Dowline 然後就是可以一邊清 然後一邊去逛這個米拉之家 米拉之家1906年開始建造 1912年完工 這個是高地的巔峰之座 現在到了這個兒童房 是以前富豪小朋友住的地方 然後後面有那個小朋友的衣服 還有一些小朋友的玩具 然後這個小朋友的房間 後面有一個陽台 其實我們所走在這些地方 都是以前的這種富豪所住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大 然後後面 現在身後這個 應該就是女僕住的房間 因為女僕跟小朋友住在 大概比較近 因為女僕要照顧小朋友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到廚房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這些廚具 其實還蠻簡略的 但是就有一點非常獨特的設計感 那其實這一棟KASAMILA 它就是米拉當時結婚的時候 找高地所設計的 所以等於說她結婚之後 搬進來這一間豪宅 現在來到這邊 比較寬闊的dying room 跟這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握房 你看後面這個是 他們的浴室 還有一個非常復古的熱水器 那其實高地它的設計理念就是 它非常注重採光 而且它會盡量讓每一間的房間 都會均勻受光 然後現在差不多共和公寓的部分 前面就會紀念品店 不過等一下呢 我們要上到米拉之家的天台去 然後到天台之前 會先經過米拉之家的閣樓 那這邊閣樓其實有非常多的拱頂 大概有兩百多個拱頂 那它設計理念就是以蛇的骨骸來設計的 後面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米拉之家的模型 拿一坨黏土 然後用手捏一下 它捏出來的那個形狀呢 就是它要做出來的形狀 因為這樣子其實是最符合人體工學的 所以它所有的設計的東西 都是符合大自然 那現在到頂樓這邊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這個石柱 這邊也可以往下看 看到庭院的部分 看到所有的房間這邊 都是流線型的這種設計 那高地曾經說過 直線屬於人類 曲線屬於上帝的 所以它就是跟隨上帝的腳步去 取材於大自然來設計這些建築物 後面人可以看到這種石柱 它表面是用很多的碎磁磚鋪成 那為什麼它會用碎磁磚呢 因為碎磁磚比較便宜 而且它比較容易貼在這種 不規則形狀的物體上面 太陽照射的情況下 就可以反射出不一樣顏色的光線 那我們現在準備到這個地方去拍一張照片 因為這個拱門裡面剛好有一個聖家堂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下樓 到終點的部分再逛一下 然後等一下就要去吃午餐 這邊是鮮花庭院 那當初的設計呢 這個門口是汽車開進來的地方 那它沿著這個坡島 可以一路往地下室開 沿路上這個建築物還有街道都很美 好 現在我們在去吃飯的路上 經過了巴特略之家 那它也是跟米拉之家一樣 是高地所設計的私人住宅 這個設計發想是來自於聖喬治屠龍這個故事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外觀設計 它的內部的設計 都跟這個故事有關 那因為剛剛我們已經參觀了米拉之家 所以這邊我們就不進去 那我們就在外面欣賞一下建築物的外觀就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午餐 這間餐廳呢 它是加泰隆尼亞料理的餐廳 那我們現在在排隊 因為它非常有名 現在來點餐 這一個剛剛看到的一個道沙拉 發現它也是加泰隆尼亞非常有名的沙拉 叫做Chateau 它重點就是它的這個醬 那這個醬是用杏仁跟堅果 然後還有麵包卷 再加上醋 橄欖油 蒜頭 然後去搭成的醬 所以這個醬是它這個沙拉的重點 那我們來嘗嘗看這個醬 它這個醬好像在這個魚上面 就有一塊魚 它的醬本身就是有很濃郁的杏仁跟堅果的味道 可以再加一點乾的油在蔬菜上面 這個蔬菜平衡著魚的鹹度 所以這樣搭配剛剛好 非常棒的開胃菜 現在我前面的這個是炸鱈魚 旁邊這個是加泰隆尼亞的番茄醬 那我現在來幫大家試試一下 它這個番茄醬的味道蠻濃郁的 那吃的時候如果沾上這個醬的話 我覺得鱈魚的味道會有一點被蓋掉了 如果你是喜歡魚的鮮味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吃就好 不用加番茄醬 那如果你是比較喜歡不同風味的話 就可以嘗試一下旁邊的番茄醬 接下來這道菜呢是墨魚 那這個墨魚是用烤的 然後上面你看到這一點綠綠的 它是青醬還有橄欖油 現在先把這個檸檬擠上去 那我把這個檸檬擠完了 現在來吃一下這個烤墨魚 因為它的角比較細 比較容易烤的有點焦焦的 所以它這個角的地方很有這個炭香味 然後配上這個青醬橄欖油還有檸檬 就很好吃 好吃好吃 不知不覺 這個墨魚角一下要被我吃光 換我來試一下這個墨魚 這墨魚放到嘴巴裡面還沒有咬下去 那個香氣直接在裡面爆發出來 非常的香 這大概是我吃過最嫩的墨魚 現在這個是烤沙定魚 那它上面的這個醬跟剛剛的那個墨魚是一樣的 它是青醬跟在那裡咬 先從尾巴的地方開始 等一下 因為這個魚很小 所以它整條都有這種焦香焦香的味道 然後再配上這個青醬橄欖油還有檸檬 都非常爽口 現在準備要搭公車去西班牙廣場那邊逛一下 那這個是以前的鬥牛廠 現在因為這邊沒有鬥牛了 所以改成一個百貨公司 我們現在就進去逛一逛 從百貨公司的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非常大的圓形廣場 那我們現在上到最上層去 這個百貨公司的最外面有露台 360度的露台可以看到旁邊周圍的風景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後面的威尼斯雙塔 還有加泰隆尼亞美術館 西班牙廣場就是在這下面 這個圓形的西班牙廣場 那其實在對面山坡上的美術館 還有其他旁邊的體育場之類的 當時是1929年的時候 巴掌由他們舉辦這個世伯會 所以就蓋了這些建築物 其實在西班牙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有西班牙廣場 那像在意大利的羅馬也有西班牙廣場 不過最漂亮的西班牙廣場被公認 是在Serville-塞維亞的那一個廣場 那我們是在大概兩三天之後 也會到Serville那邊去 現在這個平台是360度可以走一圈 然後旁邊這個中間也都有很多的餐廳 那從這個平台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這個聖家堂 現在我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的海港邊 那現在呢我準備要前往巴塞隆納的水族館 那這個巴塞隆納水族館呢 是整個歐洲最大的水族館 那裡面還會有一個80公尺長的海底隧道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晚上的時間接近壁館 所以我大概只剩下一個小時走路不到的時間可以逛 那這裡呢就是前往水族館的地方了 這個水族館的外面非常的漂亮 去看一下還沒有在賣票 那我們現在買到票了就趕緊進去 那他說因為樓下六點半就關了 所以我得先從這邊開始逛 還剩下半個小時 哇 那果然是歐洲最大的水族館 一走進來 就感受到它的不一樣 樓下內層的閉館時間只剩下30分鐘 所以希望我可以看得完 巴塞隆納水族館有35個水族巷 總共有一萬一千隻動物 包含450個物種 水族館的水容量超過500萬公升 最厲害的是一個體積高達370萬公升的大型海洋水池 直徑36米 深5米 附有一條長80米的海底隧道 一進來一開始 左右兩邊 就各有一個魚缸 然後上面就有介紹的 現在我在巴塞隆納水族館 這個80公尺長的海底隧道 那這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因為 這是一個彎曲型的隧道 那這邊的鯊魚跟轟也非常的活躍 會一直游過來 你看 現在馬上有一隻小鯊魚了 然後他們會一直繞來繞去 哇大鯊魚 哇真的非常的壯觀 哇 哇 上面還有幾隻轟 你在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鯊魚 看 現在那邊有兩條 然後 又有一隻要游過來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哇 那每次逛水族館 我最期待的就是水族館的主缸 還有他們的海底隧道 那這次巴塞隆納水族館 有這個海底隧道讓我非常滿意 哇這隧道真的非常的漂亮 哇 那雖然這邊鯊魚這麼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旁邊的這些魚 非常安逸的在這邊休息 旁邊這邊呢 它有賣一些食物的部分 價位讓大家看一下 這感覺比外面稍微櫃一點 但是在水族館這樣應該算還可以 這次來的時間非常趕 也不知道有沒有真的全部 每一個地方都逛過一遍 那不過就是這樣簡單的給大家介紹一下 有機會的話 你們可以親自來這邊逛一下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工作人員 已經站在這邊準備要打烊了 那我們就出去吧 然後現在來到黃家廣場 非常漂亮 這邊是一個方形的廣場 周圍都是有建築物所圍起來的 這一整圈幾乎都是餐廳 很多人就坐在外面這邊吃飯 然後在這個廣場 你可以看到高地所設計的燈 所以也有蠻多人在下面拍照 那我現在在這個黃家廣場 外圍一點的地方 這家評價非常好 可以看到現在外面也是非常多人在排隊 點這個好了 麵條的 好那我們現在先上了兩道菜 一個是這個炸魷魚 那一個是這個青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青孔這裡面 有非常多的湯汁 哇這個看起來太鮮美了 那現在就來幫大家嘗一口 這個青孔非常的好吃 配上這個旁邊的這個湯汁 很像是把海鮮的味道濃縮在這裡面 馬上再來吃第二顆 那接下來我來試一下這個炸魷魚 那這個炸魷魚呢我覺得味道中規中矩 就是正常的好吃 那這家餐廳它最有名的是它的排隊 但是我們今天來是點另外一道菜叫做 那排隊它其實跟排隊 其實一樣的烹煮方式 一樣的料理方式 只是它是用麵條取代飯 這個麵條其實跟一般的麵 不一樣的地方是它這個麵都很短 大概是三公分左右 好那我們就來嘗一下這個排隊 所以它這個海鮮的份量 跟昨天晚上吃的比 其實差的蠻多的 因為它的價錢是只有一半而已 不過它這個味道它烹煮的方式還是 還是蠻不錯的 大家看這個魚 它首先 調理非常有調味 因為它醃製的非常的入味 它伴隨著檸檬 像香菜還有切得非常整齊的土豆 以及看起來很美味的pepper 給整道菜系呢 增加了一種非常地中海式的風味 那我現在就試吃一口 這個魚真的非常的鮮美 它整個都醃製的非常的入味 非常美味 趙先生幫我們解說了一下 它這個非常精美的佳肴 非常謝謝它 吃飽飯之後 它把桌子會整理一下 然後會給你們一人一杯 這個小小杯的酒 那總共有兩種口味可以選擇 一種是奶酒 然後另外一種是lemon cello 這一餐37.4歐元 現在這裡是La Rambla大道 那這邊就是巴塞隆納最多人最有名的徒步街 那最北端是加泰隆尼亞光像 然後最南端到哥倫布紀念柱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這邊趴手很多 所以在這邊逛街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還在西班牙 但是隔一條街 就是來到阿拉伯的世界 在這邊呢 你只要點飲料 它就會送塔塔斯 從這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阿爾罕布拉宮 用大理石做的噴水獅子 這個景太漂亮了吧 阿拉伯